張體誠邀請這個柯文哲去參加論壇 然後你不知道好像有點不開始 黨的高層應該用無私跟這樣子更謹慎的態度去處理這樣的議題 我想這個跟整個黨的大的發展方向比起來 其實個人的事情其實不是很重要說真的 那我個人比較在意的是說 國民黨跟其他政黨之間的這個進和的關係 那到底我們的理念是否相同 目標是否一致 我們到底要為國家做些什麼事情 那麼國民黨會得到什麼 我們會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那麼又有多少的同志會受到衝擊 我覺得這些重要議題在黨裡面沒有任何基本的共識的情況之下 所以黨的高層應該用無私跟這樣子更謹慎的態度去處理這樣的議題 我想這才是我們真正在意的 其他其實都不重要 如果看過去國民黨的歷史 就是我們過去在推動國慶合作也是經過一個相當一段長的時間 去慢慢的促成去慢慢的這個 來達成很多的共識 去慢慢的去協調 因為這牽扯到很多的這個第一線 我們國民黨第一線在作戰的同志 那我想這些人受到多大的衝擊 我們需要評估 老科是不是能夠合作對象 這個應該是由黨的一個整體的這樣子去評估 那如果我認為就是說 以國民黨要跟其他政黨合作 黨內如果有一些基本的共識的話 那我們當然也願意支持 畢竟是以整個黨的利益為出發點 我們都假如是對這個黨好 對這個國家好 都願意支持 但是我想我們還沒有到那一步 很多重要的評估跟重要的分析 還有最重要的一些黨內的溝通 還沒有進行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沒辦法下這種定論 那你覺得現在他邀請柯文哲 是不是只為了個人女人 我想我們就事論事 我不想去批評我們的同志 因為這個我也不想給別人見鋒擦這個機會